先說說 Cloud Operations 的 Z 服務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你剛才說來講去有很多微服務去架構 但其實運作上的問題是很害怕的 因為有個個案,你經常說多隻香爐多隻鬼 你現在拆到粉身碎骨,鬼死那麼多微服務 鬼死那麼多 Cloud 的應用在一起 即是甚麼 Cloud One, Lubinati, Cloud Functions, 甚麼東西都放進去 其實你真的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嘩,這麼多東西 如果那個位置塌了 即是想說,如果那個環上有些 Department Behaving 不太好 那我怎麼搞啊? 其實如果它塌了,我又怎麼查 那其實你需要甚麼呢? 你需要一個叫 Monitoring 即是我們看這些東西 Troubleshoot,即是 Debug 然後它很定特理,因為其實這件東西如果塌了的話 那就是電腦吧 那其實我們就會推薦你 那其實你在Google上面,這一套的工具 就叫做 Cloud Operations 那就是 Cloud Ops 而 Cloud Ops 就包括三個核心的工具 核心的元素 你握一個Tab就多了,有三個重要的東西 那第一個就是 Monitoring 其實 Monitoring 就包括你有很多的 Metrics 即是指標、Number的,有線那些 然後有Dashboard,可以組裝 可以看到你的Uptime、Alert、彈牙壓 即是有時壓提你 那Logging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那些 Server 即是 Web Server 其實那些 Web Request 進來就是 Web Log 即是哪個 IP 射進來 哪個 Referral 你會很想知道這些東西 那還有一些時間是甚麼呢? 想問字 那我們就有一個中央位置來收到Log 那這一定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想一下 如果你正在使用 VM VM 會Scale的 即是Scale In、Scale Out Scale In 的時候 那些Log就不見了 那些Log放在機器裡面是不行的 Cubinati 又是那些Pops 會隨時消失的 所以它全部都掉出來 就用一個在中央處理倒進去 那其實有了這兩邊的東西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 叫深入一點的Observability 就是可以看一些仔細的東西 其實當中的最重要的東西是 Distributed Tracing Debugger 可以玩Debugging 可以做Profiling 如果你有Source Quote 上網上 那你可以查到 服務和服務之間的東西 Double Point 然後Profiler 大家應該知道玩過 就是我Program裡面 哪一段曲行得最慢 哪一段曲行得最多 我很想知道 因為其實如果是慢 我就靠它的Tone 那其實要怎樣運作的呢 就是這件事是怎樣行的 其實這件事最重要是 就是你 Dumb 進來 即是一個Source Destination Dumb 進來 你可以From Cloud 即是Google Cloud 所以就Bumb 進來 然後你公司的Infra 又可以 其他Cloud 都可以 沒問題的 因為其實 寫了因為有Driver 就是Program寫下去 然後Bumb 進來 甚至你用那些 普遍的Logging Framework 設定Key 進去就行 你會看到有很多Inside 在Logging Application Level Cloud Level 外面的 你都倒進去 先倒進去 倒進去 當然有文字 還有Logger 然後如果是Lumber 性質的就是Metrics 即是線 即是CPU 那些Network 那些是點 那些Metrics 其實這裏走完出來之後 你可以倒進去哪裏 Log 你不會全人記錄在這裏 你長遠一點 你可以記錄在Cloud Storage 或者你想做些仔細一點的分析 那就是Viculary 如果你想挖回其他系統 POP and Sub 讓人接 即是用第二條Cloud Function做些東西 或者抄襲的程度 那你做些彈性的東西 那當然是Monitoring 那其實你可以駁一些External的 即是Export的Metrics 或者用其他Vender 如果你想用更漂亮的介面 我習慣用Fana 用Dana Tray Lurepica 這些的 commercial那些 那可以駁著它 原來照Metrics 那其實那個Logging 是有什麼包了給你呢 Cloud Locking 和Monitoring 有什麼包了給你呢 第一 Logging 最基本 剛才講過一下就是 文字上的Log 不停寫下來 因為其實你的機器是會消失的 你的Cloud Functions 是會走完就一個 instance 那你全部都會消失的 你不可能放在你本地 全部都是Evermal 那一會兒就沒有 然後其實呢 你可以create一些 Alarm 即是Metrics 透過這些Log File 即是Metrics 那什麼意思呢 最簡單的例子 數404 或者數5字頭的Status Code 即你的Web Server的Log 不停放進來 我想數有多少 404 我想數有多少 那又沒有Log File 寫進來 每一層的文字 我就Capture 我就Capture 那個Status Code 然後Count 那這些呢 其實就是Log Base Metrics 就是Log 寫進來的時候 你就Count 那Count 其實有很多 五字頭的Error 那我那些Server也不適合 那就Alert我 那這個就是Count Locking的玩法 那當然可以Sync 即是你沒有長期放在它裡面 那這個位置 就可以給你寫Curery 可以很Realtime出來 那你牆放太多 很貴的 那就可以Retention Period 可以放在它裡 洗掉它 或者Dump在地上 那裡 那裡面可以Search 你可以寫Curery 幫你找一些Error 就是Trace ID 那第二部分 就是Logging 就是Monitor 那Monitor 其實很多時候看KPI 看指數 可以放一些線 可以放一個DeskBot 給你指數 然後可以有Alert 剛才說過Alert Notification 提醒你 即是有時你不出聲 或者有時做反應 即是有時Call Call Function 然後可以有些 就是Monitor 你的Uptime 和服務質素如何 其實都可以做的 好啦 那到最後 其實再上去看 其實我還有什麼可以用 即是其他 再進一個層次 就是問 高階的Observability 即是很高階的 研究你的應用 這幾個功能 就很棒 因為其實 我都 什麼都玩 其實這個算是Google仔 即是它算獨家 很厲害 那其實第一 就是 它的Tracer 別人都有的 即是你很多時候 有那個服務 和服務之間的Trace 即是你很簡單 我有個Cloud Function 我的Cloud Function 再Call我 找個Cloud 1 找個Cloud 1 就叫Fuminati 那我想問誰最慢 即是我有一個Request 進來 我總共用了30秒 那30秒的分布 哪一個服務牙最久 那這個呢 你就要靠Trace 因為你就可以有個 Surface Map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Map那裡 你就看到那個Map 哪個Call 哪個走多久 你就有個Request 的Flow 就是Latency Issue 就靠它找到 沒有它就不行了 然後 靠Profiler 其實就是 很棒的東西 因為 如果你 把Source Code 放到Google 即那個服務 不記得名字 但放Source Code 然後 其實你放進去之後 有Source Code 其實可以多Debug 即你可以在不同的Google服務 你可以用Debug 即這個 可以Break 去看 整整個Program 去看 即你可以實時咬著它 這個很有趣 那Proviler 類似的東西 你有Source Code 就可以寫Proviler 什麼Proviler 寫開Program 就經常用Proviler 用來追Performance 即你問Io得很重要 Delay得很重要 那個Program不夠快 那我們就很想看看 Program裡面 哪一個用資源 用最多WAM 行得最多 行得最慢的 來tune這個Performance Impact 那這兩塊有少許分別 挺清楚 用Trace 和Proviler 是兩件事 Trace就是服務和服務之間的latency Proviler是某一個Service裡面 行的Program 例如你一個Code Function 一個Program裡面 那它的Source Code 就負責最慢的層次 所以兩個位置看 好啦 那再看 其實就問 其實你 Troubleshoot的時候 你會怎樣用CodeOps 如果你知道這些功能是怎樣的 其實你也不明白 是怎樣用的 第一件事 就是有些Metrics 其實有些指標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就看Tran 因為其實你看 Delay得很重要 Ram升得很重要 CPU升得很重要 看看發生什麼事 或者request number很高 就被人炸 那適當時候 你就要通知你 因為其實不是雲吞大了 因為某些位置 你也要別人做Metc decision 喂被人炸 那怎麼辦 要不就跟他捏過 要不就關機了 就是你的世界有兩種選擇 我不跟他鬥 我就關機了 那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它也可以 有些automation 可以有些自動化 有些人工智能 幫你看Outline 即是突然間 我平日的traffic 就是有紀錄 突然間今天爆得這麼厲害 其實它會通知我 然後還有Alert 即是miss了SOO的Alert 然後Log 就要做分析Outlier 即是寫完QW 就先把線都看出來 可以看哪些Outlier 那XPORSURB 最重要是看Full Exception 這經常都玩的 這個很會玩的 Full Exception 就寫Full Exception 那你就search Exception 在Log 裡面 然後trace Exception 然後逐個Exception 細節去看 trace 剛剛也提過 你會很想 Instrument 即是量一下你的App 在每一個不同的 Cloud Tracing Library 即是你安裝到你的program 不一定是trace 即是你每個服務都要安裝到東西 不過其實你trace了之後 你其實就可以知道 你不同的Micro Service裡面 那個Latency 那個關係 或者哪裏要走最多 哪裏要走最少 哪裏要爆Eva 那Profiler 剛才加上Debugger 就很有用了 因為 哪裏慢 就用Profiler 追 哪裏爆 真的經常在規規地 打個Break Point 那你可以Debug 你那個應用 直接打個Break Point 到最後就問 到底安不安全 那 第一件事 所有的Information都加密 由 傳入到儲存都加密 第二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都害怕 其實如果有人被弄 那個系統 到底要搞什麼呢 就改Lock 喂 看戲就是這樣看的 爆了在公司偷東西 第一件事就關掉閉路電視 閉路電視就是這些系統 就是Locking系統 所以其實它基本上有Audit Lock 追上所有動作 以及它應該是 你設定好的時候 VidHoney 沒得改 大致上一個介紹 就是這麼多